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出泼辣幽默的川剧 晒晒太阳 摆摆龙门阵 休闲与安逸似乎总是成都的主题 而这其中美食更是这座城市恒久不变的主题 我说川菜是神选之菜 麻辣是神许之味 成都那是神许之地 石光华 成都著名的美食作家 在他的笔下 成都的美食不仅活色生香 而且滋养出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人文气质 早在2007年 他就全力投身到成都申报联合国美食之都的推广活动中 并最终助力成都成为亚洲第一个美食之都 今天 我们跟随石光华一起感受这座美食之都的别样滋味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石光华已经在这里生活工作了66年 成都馆子里丰富多样的美食 让石光华从小就享受到了舌尖上的幸福 也开启了他对川菜文化的兴趣 我爷爷是一个面馆的煮面师傅 他跟饮食是有关的 他的行业 我父亲不是厨师 但特别喜欢做菜 还做得不错 我跟着我奶奶长大 我奶奶就是天天做菜的人 我爷爷在的时候 他就把他零用钱从来不用 就带您出去吃饭 就带我一个月至少倒一家好一点的馆子 因为指那个时代 我钱非常少 本来我奶奶就把他的钱就收了 工资就收了 就一点零用钱他舍不得花 他就带着我去吃 所以我在小时候就成都的好的餐厅 那个六十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好多餐厅我在知道 他可能都是在做安排吧 成都是一座历史与现代完美碰撞的城市 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 遇见的是藏不住的人间烟火 据统计 在成都三百平方米以上的餐厅 就有三万七千多家 就是说你每天尝一家 一百年也吃不完 谁到了成都或者经过成都 没有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 经历一场火锅之恋 没有酣畅淋漓地在毛血旺水煮鱼中 将麻辣进行到底 没有陶醉在龙抄手淡淡面 等各种小吃之中流连忘返 又怎么能算来过成都 曾经有个故事 就有一个成都人 年轻的时候去打拼去挣钱 人到中年五十多岁的时候 他觉得钱也挣够了 就回成都了 于是在成都的南边买了房子 就发誓在有生之年 要把成都的馆子吃完 结果到他死 南边的馆子都没吃完 可见成都馆子的数量多 他只好学卢游 遗恨留下一眼 儿生此片成都时 家继无望告赖翁 辩尝成都美食的时光华 开始试着将舌尖的味道 变成文字 他先后出版了 《我的川菜生活》 《我的川菜味道》 以及新作《川菜的味道美学》 第一卷《辣椒真味》等 成都就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之城 带给时光华无穷的写作源泉 与心灵感 成都那是神许之地 第一 他建成三千年 他没有签个成字 他的城市地址没有改变过 他的城市中心就在那 汉代就在那 建成三千年 一直没动 屁股没动 第二 名字没变 他就叫成都 笔白写得清清楚楚 九天开除以成都 一直就叫成都 名字没变 而且更重要的是 唯一一座 地貌最完整的雪山下的城市 而且是大城市不是小城市 就历史悠久 地貌丰富 这么一座风 就他真的 他的独特性 他的独特气质 再加上历史的独特性 他八次移民 再加上有礼宾 他来渡江县水利工程 这是全世界目前还活着的 还在发挥作用的 古老的水利工程 全世界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说全四川 我们就说成都 成都 我还没有看见一个 和成都这样一个城市 完全一样的 在时光华心中 最能代表成都饮食文化特色的 当属川菜 川菜是中国各大菜系中 保留中国文化 在我心目中 它是最好 最完整的一个菜系 因为川菜是汇聚了全国的 它是真正中国用举国之力 来创造的一个菜系 所以说我说四川人是天下人 川菜是天下菜 成都是天下人的成都 就川菜它有三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世界第一 是它饮食人口世界第一 就是吃川菜的人最多 然后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中国菜 有中国菜的地方就有川菜 是川菜的人口 叫饮食人口最多 这是世界第一 第二个世界第一 是我们的菜品最丰富 三千多个基本菜品 我到至今没有碰见一个人 他说他把川菜吃完过 然后第三个世界第一 就是它的味型最丰富 老师我看 这本书其实您写的是 川菜的味道美学 其实后面有四个字 是辣椒真味 就是什么契机 让您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完全把主题 放在了辣椒的味道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这个契机是因为 八年多九年前 我们川菜的 现在已经去世八九年前 是真良大师 那是在我心目中 是我们川菜的半部中师 他有一天突然告诉我 关于川菜的都说了 十二个字大家都在用 就是那十二个字 百菜百味 一菜一格 擅长麻辣 他说了这十二个字也对 但是我 他说 但是越想 越觉得这十二个字 不太妥 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我说为什么不妥呢 他说百菜 每万一菜一格 当然川菜是的 但是难道 其他菜系不是吗 难道其他菜系 是百菜一味 是百菜一格吗 他说 我自己呢 归纳了十二个字 他说 我跟你说一说 你帮我 琢磨琢磨 他就一字一顿地 给我说了十二个字 轻鲜为底 麻辣渐肠 重在未变 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 当时就把我整着了 感觉是一身电流 从身上渡过 我当时还马上 就站起来 很激动站起来 我说大哥 你站起来 他说什么 我说我要抱你一下 他笑笑 抱抱抱抱抱 于是两个老男人 被川菜拥抱了一下 但是很遗憾的是 四十多天以后 他突然出车祸 就走了 那么他留下了 这四二个字 我认为是对川菜 顶层理论的重新设计 他真的高度地盖过了 川菜的底是基础 长麻辣渐肠 长是特点 变是灵魂 总在未变 真的完整地把川菜的 这种精确 盖过出来了 那么大哥走了 我来慢慢理解吧 那么就开始了 我要写这个东西 就这次一个契机 就是跟情感有关 一方水土养一方菜 成都的饮食和城市文化 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在时光华看来 成都与川菜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包容 成都是一个移民城市 也是世界上 饮食包容性 最大的城市之一 而这种丰富性和包容性 则要归功于 四川历史上的 两次大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 是明朝时期的 湖广田四川 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 将各地的菜品 口味 烹饪原材料 和烹饪手法 也一并带入成都 在民族融合的同时 也极大的丰富了 川菜的内涵 第二次大融合 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重庆成为中国陪都 各地的达官贵人 文人默克 大量进入四川 进一步丰富了 川菜的菜品和口味 现代川菜 至此已经发展成熟 正是因为 不断地吸收和融合 造就了川菜 亲民性 包容性的独特魅力 也形成了如今 成都人热情好客 开放包容的性格特点 四川是天府之国 千里卧野 自从这个都江压水利工程以后 就叫我们叫 水汉从人不知积景 来形容这个片土地 水汉从人 要水有水不知积景 就是不知道饥饿是什么回事 就这么好个地方 不能慌着 全中国人民就纷纷而来 是全中国人民把自己的 喜欢的食材 喜欢的菜品 喜欢的味道 鲜鱼的烹饪记忆 都带过来 都带过来 它汇聚在四川 和四川这方山水风土 相结合 最后形成了川菜 今天你刚才说的刀勇 海纳百川那种感觉 川菜的状态 是不是和川人的性格 是相辅相成 它必然的 我有一句话叫 成都是一个没有成都人的成都 但是又是一座 一座这个都是成都人的成都 你湖南的到成都来 三年之后 三个月之后 我们大家都看似你是成都人 最多三年之后 你也觉得你自己有成都人 所以它是历史的 人文的形成了 大家一种默契 我们必须互相接受 就像川菜的一个手法 点炒 就喜欢炒菜嘛 就铁哥马上就出菜了 我们的公报鸡丁也罢 我们的火爆腰花也罢 我们的很多很多 我说这也是 都市川人有特别聪明 我们就喜爱这种烹饪方式 也是被逼的 因为在来到四川的千里迢迢 甚至几千里迢迢 这个漫长的路上 那个时候没有汽车 没有飞机 都走着来 从家乡从福建走到四川 走得再快几个月 走得慢一点 所以在路上其实 对 节约时间 节约时间 那它就昼地挖个灶 马上炒个菜 就这么来的 所以说川菜 我说它是全中国举国之力 汇聚的一个菜系 今天它具有这么合力 所以它具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也是全国各个菜系 所含的文化的结合 那么四川人 成都人 他今天这样一个精神状态 他的那种所谓的开放包容 他也不是自身的选择 而是历史的这种滋养 在成都这座城市里 没有一厢人 只有同路人 因为以后生根落户 属地便是他们的故乡 天府之国 美食之都 天然的地理优势 躲开了纷扰的中原战乱 也将成都人的性子 养得安逸又乐观 仿佛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如果还有 那就再吃一顿火锅吧 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态度 也让成都成为了一个 充满人情味和文化气息的城市 我的朋友 也是中国很有名的女诗人 翟明曾经拥有一个词汇 我觉得用得特别好 她说成都是这么一座城 她用了四个字 花懒人嫌 连花都不露放 花都是懒心无常的就开了 随随便便就开了 就是始终用审美的态度 对待世界和生活 我们充分去感受体会 光阴的乐趣 这个过日子过日子 就坐在那里喝一下午茶 在很多地方它就有负酒感 什么事没做 就瞎聊天 就聊了一下午喝了点茶 人是又虚度了 又浪费了 成都人说人生就是那来虚度的 08年文川大地震以后 天津地洞 那么大的灾难面前 大家感受最深的 没有四川人 天天哭啊漏啊漏啊漏啊 哎呀悲伤啊 是四川人的那种淡定 马上拜着桌子大妈 这个余震 还得震 震着大 就真没什么大事 真的让自己的心放松下来 安静下来 一句话就叫闲下来 真的这样的人生更有趣一点 那是不是这也代表着成都吸引 现在年轻人去成都旅游 去成都生活的原因 那当然 因为还有一句话就一个人不一定要有声有色 但一定要有知有味 他们喜欢到成都 最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压力不大 第二个这个压力的真正内涵是没有人的压力 就他来到城市这个城市可以很快地融入这个城市 成为这个他有归属感 我们人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安全感的核心是归属感 他来到城都还觉得很勇强 他没有那种始终在压迫他排挤他的那种感觉 成都慢生活的核心 在时光华眼里凝聚成一个核字 核是接纳和宽容 符合成都盆地的秉性 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 蜀地饮食上心香好滋味 充分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 成都人对吃食的欲望就不仅仅是果腹 而是要有味觉的刺激和享受 要有声有色 有滋有味 最初的新香是靠本地盛产的花椒 生姜 猪鱼等提味品勾起来的 直到明代 当拉丁美洲的辣椒飘扬过海 并从福建传到成都时 才是川菜真正觉醒的时刻 我说这是世界饮食史上的 最大的一场艳遇 它是一场饮食的爱情 花椒是中国香料的大姐大 香料里面的花魁 花椒是中国古以有制的 而花椒它阴柔 花椒它属性偏阴 它的香味也是那种 不像辣椒那种刺激张扬的 没有那么痛 没有那么痛 花椒是微婉的 阴柔的 因为它是女性的那种形象 它成就是花魁 它风华绝代 风之错越 美得不得了 然后慢慢地花椒 从中国人的餐作中 不知道为什么 就慢慢消失了 它就好像一个美女 老了 头发掉完了 牙齿也掉完了 脸上已经不是纵纹 是折子 全折子了 就剩最后几口气了 马上就要死掉了 油枯 油肝登进了 马上就要 就在这个时候 明朝中义 辣椒 远渡从阳 来到中国 来到四川 辣椒到达了它的光荣之地 因为这里有花椒在等它 花椒是阴 辣椒就是阳 不仅它的颜色 它的形象 而且它的那种刺激张扬 它的那种虐待的暴力感 它都是阳的代表 花椒是阴的代表 那么这两个东西 它一结合 它真的是一对猎人 它不仅一见钟情 而且一相逢 永相守 它从菜的角度 它创生了世界上一个大菜系 川菜最大的风格和特色 麻辣 而且呢 它 真的是饱含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就是阴阳 达成绝配 在时光华看来 辣椒与花椒的结合 更为绝妙的是 麻和辣带来的感受 其实并不属于味觉系统 2013年 英国科学家发现 麻的本质 是一种接近于50赫兹的震动 因此 麻味是震动感 而不是味觉 而辣味 会刺激我们身体的辣椒素受体 这种受体 在接触到43度以上温度时 会产生一种灼痛感 所以辣是一种痛觉 原本并不属于味觉系统的两种物质 却成为了川菜味道普希中 最核心和突出的特征 为什么一吃川菜 特别吃辣椒麻辣的人 特别是吃川菜火锅的人 麻辣火锅的人 一吃了 一辈子都想吃 那个重庆妹子 他们的口号叫 火锅胜于初恋 成都也是了 一个星期不见男朋友 没有 没有问题 一不吃火锅 拉不得行 对 这种事为什么 因为这种痛觉 触觉的感受 他刺痛身体 马上传达到神经系统 在大脑皮层形成一种感觉 大脑皮层觉得自己身体受伤了 那么一受伤要怎么 马上要保护自己身体 它就产生一种分泌 分泌什么 内肺炭 对 而内肺炭也是给人带来快乐的 对 这种直接到达神经系统 不是到达嘴巴 不是到达胃脸 它征服的不是胃了 征服的是人 它最基础的本能了 最最基础的 它是给人带来快乐的 而且这种快乐 我问上说 多巴胺它是带上新快乐 它需要不断的新的刺激才能快乐 像爱情就是这样 你跟一个人谈恋爱 谈十天半月 一年快乐就消失了 但是内肯太不需要 就是它就行 这次带来快乐 下次还是它 还是带来更那种程度的快乐 不断的永远 说它会上瘾 它叫上瘾 对 就不断的带来这种快乐 它是未敢的深情而专一 它就这是川菜的天机 那沈老师 我们聊了这么多 这个我们的节目播出是在春节前 这马上就要春节了 那肯定大家也想分享一下成都人的过年 在您看来成都人都有哪些民俗呢 它还是体现在吃方面团年饭 这一桌饭上 除了全国很多地方都要讲究 有全鱼 年年有鱼 要有鸡 因为吉利吉利嘛 除了有全鸡全鱼这些东西以外 有两个菜 我觉得在全国的年夜饭中 我们比较好像有特点一点 或者比较突出一点 一个一定要有甜烧白 甜烧白 取语甜甜蜜蜜那点含义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川菜里面的石井 就是里面煮了很多东西 什么都有 肚子 舌头 酥肉 鸡块肉 什么的一大堆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 叫全家福 团圆了 用食材的团圆 来寓意我们人的团圆 作为一座常住人口 两千多万的大型城市 今天的成都 奏响着古今融合的城市脉搏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也许这就是川菜的性格 也是成都的性格 走遍中国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石光华 我在走遍中国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男同胞 龙马精神更投手 女同胞龙飞凤舞更美丽 龙年行大运 女同胞龙飞凤舞更美丽 女同胞龙飞凤舞更美丽